姓名 怀师 年龄 时期 等一下 你们天文会也要招牛郎的吗 寂静的办公室里 桌子后面那少年挠着下巴 满怀不解地看着对面面无表情的询问者 我说 大叔啊 这些天来 你问也问了 查也查了 我好歹也算是为了天文会铲除了一个祸害吧 怎么这待遇就跟叛徒似的 例行调查 请配合 地不知道多少次 询问者说出了这句话 紧接着又问道 能否再向我们描述一下你和红手套的战斗过程 忘了 记不清了 怀师翻了个白眼 大概是路过的秃头披风配骑侠一掌 把他打死了吧 真的 我一进门就看到他在打红手套 哦 秃头披风配骑侠 怎么跟你上次说的不一样 我记不清了 那么 能否解释一下 你作为一个新晋升华者是怎么杀死三阶的红手套的 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 你似乎一直都是一个音乐专场的学生 甚至没有打过架 怀师翻了个白眼 我天生神力 那么下一个问题 两个小时之后 询问者平静地整理了一下 手中厚厚一打记录 仿佛例行公事一样的起身道别 那么 感谢你的配合 也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所做出的贡献 公事画得握手之后 他转身离去了 怀师一脸猛逼地站在门口 终于完事了 我说你们天文会是不是有毛病 派这么一个人过来这几天翻来覆去地问 看书的爱情波澜不惊 正常 事关绿日 总要有一个详尽的记录 他们都是笔录专员 职责就是 不论你说什么 他们都把你的话记下来 然后回去归道 这么浮于表面的记录真的有用吗 走个流程而已 爱情平静地说 如果没有人想要在这个过程里 搞事情的话 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嗯 怀师看了过去 搞事情 正常操作 坐下 爱情淡定地喝着女随从端上来的咖啡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监察官的职位这么重要 从来都是狼多肉少 被我这么一个距离二十岁 还差几个月的瘸子占了 谁都会不服气的 如果搞一搞事情 就能空出一个位置的话 我都不介意搞一搞呢 怀师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们天文会真是水深火热呀 最后提醒你一次 爱情终于抬起了头 看了一眼怀师胸前的标牌 不是你们 是我们 当然 我意思不是让你有点集体荣誉感 而是我要出了事 你也讨不了好 啊 我懂 我懂 同舟共济的意思是吧 怀师叹了口气 这么多天以来 他差不多已经适应快爱情的交谈方式了 可为什么就从他的嘴里听不到一点正能量的词呢 如果说如今的自己是一台负能量制造机的话 那爱情就妥妥地能当开个制造厂了 输出当量都不在一个级别上 这个女人究竟怎么活到现在的 当然是靠实力呀 爱情头也不抬地回答 怀师一愣 玄机心中拔凉拔凉的 难道这个女人连读心术都会了 我不是升华者 所以不会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如果我是你的话 就不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写在脸上 嗯 怀师下意识地摸了摸脸 我的脸上写着什么东西吗 对呀 看书的爱情再次抬头瞥了他一眼 眼神怜悯 简直形象地阐述出了人类的本质 嗯 写的是鸽子还是复读机 怀师好奇地问 爱情简直不想理他了 在怀师不断地噪音攻击之下 他终于显露出一丝不耐烦的样子 和上书 发自内心地怀疑自己 把这种人招募为自己的秘书的时候 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究竟想干什么 他抬起手指捏了你鼻梁 眯起了眼睛 你要报告写完了闲的荒 不如把最近网上那些好事者 排出来的心海 十大鬼宅给好好排查一遍 免得又有跟你一样 无聊的人玩鬼屋探险 把自己玩疯了 你可别提了吧 怀师一提到这个 就气得拍桌子 那个排行榜简直是个屁 排行第一的就是我家 你说我家怎么就鬼宅了 不就是慌了一点 穷了一点吗 我要是有钱 至于连门都没修好吗 这两天我都赶走四波 来拍照片的神经病了 爱情无奈 所以你究竟想说什么 这个我就是想咨询一下 怀师忽然之间羞涩起来 搓着手 挤出谄媚的笑容 老板你能不能提前给发个工资啊 爱情深吸了一口气 忍住把自己的书摔在这货脸上的冲动 我不是都已经给了你两万多了吗 没了 怀师忍着眼泪 往事不堪回首地看向窗外树上的那只死乌鸦 总之一言难尽 如今都快开学了 我花呗还道欠四千多 别说学费 饭都吃不起了 老板你能不能先发点工资 让我过个年 现在才九月底 距离过年还有半年呢 爱情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许久 掏出了手机 你要多少 怀师眼睛顿时亮了 凑上去 哎 来个五六千就行了 等发了工资我还你 第一 支付宝到账四千元 爱情漠然地收起了手机 这是你这个月的基本工资 拿好 除非有什么其他的临时任务 到下个月十五号之前 你都要靠他活下去了 一个月工资 竟然有四千的吗 怀师有些高兴坏了 以前风里来与李去 在酒吧里拉琴 给孤儿院文艺会演 哪里有这么多钱啊 哎呀 正好老柳明天要出院了 还能请他吃个饭 你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哈 羡慕吧 怀师开始得意忘形 男人之间的友谊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吗 爱情淡定地端起咖啡 喝了一口 似是无意地问道 所以 你想好怎么跟他解释 你把他贷款一百多万 买来的车一把火 给烧了的事情了吗 很快 目送着神情沉痛的怀师 离开了办公室 爱情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清静 在寂静里 他叹息了一声 看向电脑屏幕上 银行页面上 那一笔不菲的拨款金额 总计三百四十万美金 算了 暂时还是别告诉他 红手套身上 有悬赏金的事情了吧 你说 好好的房子 怎么就是鬼屋了呢 怀师插着腰站在自家门口 看着周围 郁郁葱葱的高耸树木 墙壁上绿意青葱的苔藓 还有爬山湖 在遍布铁锈的大门之后 庭院内盛开着野花和绿草 残缺的雕像 在阳光下 倒映着白色的光 怎么看 怎么都是风景秀丽 阳光明媚吗 怀师心里 对网上那些 瞎牌乱七八糟榜单的家伙 唾弃了几口之后 选择性地忽略了 自己家房子 到了晚上有多阴森 摇头晃脑地 推开枝亚作响的大门 我回来了 无人回应 只有大门在他身后 缓缓关闭的尖锐声音 看到了吗 多贴心啊 就连大门都是全自动的 别的地方有吗 有吗 有吗 说这么好的地方 是鬼屋的家伙 简直良心大大的坏了 怀师冷哼了一声之后 踩着枝亚作响的地板 推开屋子的正门 回到了遍布尘埃的大厅里 随后端起桌子上的杯子 喝了两口热水 就回房间 开始收拾开学 要用的东西 不过 像他这样文化课 基本都靠懵的家伙而言 高三的课程基本上等于放弃了 更多准备的 反而是下个月考专业级演奏的资料和教材 Ebersome的专业演奏凭证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都能当文凭来用了 有这玩意儿在手 只要高考成绩 没有烂到惨不忍睹的程度 拿一封艺术类大学的通知书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 这对如今的你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乌鸦问 嗯 怀尸不解 乌鸦再次问道 你觉得一张文凭 对于升华者而言 有意义吗 升华者就不用吃饭了 升华者不需要工作的吗 怀尸翻了个白眼 难道坐在家里 就有钱从天上掉下来吗 乌鸦叹息 我的意思是说 对于升华者而言 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愁钱的 虽然不至于大富大贵 但温饱绝对不成问题 升华者的钱是怎么来的 怀尸撇着他 杀人放火 那跟墙有什么区别 就不能平平安安过日子混口饭吃吗 说实话 虽然天文会给自己的工作 确实有很丰厚的工资 每个月就算什么都不干 也有四千块底薪可以拿 但用脑子想想就知道 要干活的时候会有多危险 看柳东黎就知道了 一个牛郎 好好的日子不过 跑来给自己当保镖 保着保着就出事了 不但被迫参加了老太太们的西洋红羊个团 还要被二五载背后统一到 如果这些日子以来 怀尸对升华者的世界有什么感触的话 那就只有危险两个字了 大量流落在陷阱 功能不明 威胁不明 作用不明的边境遗物 每个人都截然不同的灵魂能力 和融入高阶升华者体内的诡异圣痕 每一个都足以轻而易举的置人于死地 就算是柳东黎那样卖脸的牛郎 都能靠着自己的盛世美颜 自称将看过来的人强行魅惑到忘记呼吸 导致窒息死 而自己只不过是一台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负能量制造机 光是给一个半残废的红手套补刀 就已经快好几次要了自己的命了 出生入死 还是算了吧 尽早找办法能够经济独立 然后辞掉天文会的工作 老老实实地朝着自己去维也纳拉琴的梦想努力吧 大不了当地音乐老师也行啊 虽然升华者的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可能都有些危险 但也有人是自食其力了 你不要当全世界的升华者都是土匪好不好 乌鸦无奈地叹气 一只爪子抬起手机 你先看这个消息 啥玩意儿 怀师凑了过去 端向着明日新闻的稿件 罗马拍卖行刷新最高纪录 黄昏谱系五阶圣恒尼德霍哥以四十三 一二三卧槽怎么这么多个零 有赖大家的包容 身体终于好一点了 最近还在老家 等过几天回了成都我努力回复双更